搜狐娱乐讯 哈迈文 2023年结束 全年电影总票房549亿元 较2019年历史最高值643亿元 还有15%的差距 但国产电影表现很突出 全年票房460亿元 占总票房的84% 高于2019年的412亿元 创历史新高 因此 2013年 很多国产片的收益相当不错 大额亏损的案例较往年再减少 电影行业头部玩家 在这一年实现了相对较低的风险 和相对较高的回报 整体表现超出预期 全年上映了超过500部国产电影 其中票房超过10亿的11部全市国产片 占总票房的50.35% 票房超过1亿的国产片48部 数量不到10% 票房占比79% 票房1亿元 投资方拿到手的分账约3500万元 这差不多是一部中小规模电影的制作成本 如果制作家宣发成本超过3500万元 票房不到1亿元 就很难赚钱 电影行业依然是两极分化 不到一成的头部电影赚钱 其他电影少数打平 绝大多数亏损 所以 每年谈盈亏 实际上谈的是明星公司 知名电影人 头部影片的盈亏 其他都只是赔跑 2023年赚钱的电影是满江红 《流浪地球2》 孤注一掷 消失的他 八角龙中 人生路不熟 前任司 一闪一闪亮星星 年会不能停 热烈 保你平安 学霸 三大队 这些各档期的头部电影 优先受益的 自然是他们背后的导演 演员 他们不仅拿酬劳 他们背后的公司 通常还参与投资 分享票房收益 张艺谋 45.44亿 公司参投满江红 满江红票房45.44亿元 投资方分账16.32亿元 这部片的制作 宣发总成本 预计1至3亿元 除去成本净利润 可能超过13亿元 满江红的出品方里 除了主控方欢喜传媒 排在第二 第三的一些 青岛 影业 北京梨峰文化 实际上都是导演张艺谋的公司 只是背后法人 不是张艺谋 一些青岛影业 由北京梨峰文化 持股80% 唐利威持股20% 唐利威担任法人 北京梨峰文化 由唐利威担任法人 王霞担任监事 唐利威持股80% 王霞持股20% 早年 唐利威是张艺谋的助理 后来成为张艺谋工作室的总经理 他和张艺谋相识20多年 全面负责张艺谋各项事宜 王霞和张艺谋的关系未知 在满江红投资案中 如果异械 青岛影业 北京梨峰文化两大出品方 能拿到20%左右的投资份额 那最终净利润分成 可能有2.7至3亿元 票房13.51亿元的 坚入盘石 由光线主控 会找到张艺谋相关公司 参投的信息 陈思成 63.23亿 公司参投消失的他 八角龙中 三大队 消失的他 票房35.23亿元 投资方分账13.26亿元 三大队 票房5.93亿元 投资方分账已超2亿元 这部片还在上映 最终票房可能过7亿元 投资方分账可能到2.5亿元 八角龙中 票房22.07亿元 投资方分账8.29亿元 陈思成和其父陈胜奇控股的北京一同 传奇影视是消失的他第一大主控出品方 是三大队第二大出品方 是八角龙中 第五大出品方 这三部电影制作成本 预计都不会太高 净利润十分可观 陈思成的公司大赚 王宝强 22.07亿 公司参投八角龙中 王宝强给八角龙中 找投资的过程很难 最后被很多投资方放鸽子 只能自己杂股卖体硬抗 也因此 他成了这部电影的最大受益人 八亿多的票房分账 他的公司分走绝大部分 八角龙中 前四大出品方中 无锡宝唐影业 图木书克向日葵影业 北京乐开花影业 都是王宝强自己的公司 只有第三大出品方 猫眼威影 是后期进入 图木书克向日葵影业 是北京乐开花影业 百分之一百控股的子公司 北京乐开花影业 由王宝强持股百分之八十 王健勇持股百分之二十 无锡宝唐影业 由王永芳 王健勇 各持股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王永芳 王健勇 是王宝强的姐姐 哥哥 几家公司 完全控制在自家人手里 命号 四十二点一四亿 公司参投 孤注一致 前行 二手杰作 孤注一致票房三十八点四八亿元 投资方分账十四点五七亿元 这部电影的主控出品方 是宁号导演的坏猴子影业 第五大出品方 玉野上海 文化传媒 是坏猴子 签约导演导演 深奥的公司 深奥持股 百分之五十五 第四大出品方 及主控发行方 北京上市文化 也是和宁号相关的公司 宁号持股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五 坏猴子影业 CEO王一斌持股百分之十一点三一 坏猴子签约导演文牧野的 北京孟江军影业 持股百分之三点九四 也就是说 这部爆款电影的大部分利润 留在了坏猴子体系内 坏猴子影业 还主控投资了旗下新导演 王子昭的喜剧片 二手杰作 票房一点一五亿元 投资方分账四千万元 参投了港片前行 该片正在上映中 最终票房预计四亿元左右 宁号自己指导的洪坦先生 本来计划在2023年11月中下旭上映 最后林基跳档 决定挪到2024年春节档厮杀 郭帆59.19亿 公司参投流浪地球二 前任四 一闪一闪亮星星 流浪地球二票房四十点二九亿元 投资方分账十四点四五亿元 这部片成本很高 可能在五亿元左右 但因为票房足够高 还是能赚大钱 流浪地球二第二大出品方 第二大发行方是导演郭帆的公司 郭帆北京影业 第三大出品方 北京登峰国际 是主演吴京的公司 北京登峰国际 还是该片联合发行方之一 吴京第一部带资进组 帮了被超支弄得焦头烂额的郭帆 第二部中 他回归主演并参投理所当然 联合出品方里的北京自由酷精影业 是导演陆阳的公司 深圳市 亿以亿文化传媒 是导演饶小智的公司 郭帆 陆阳 饶小智 田宇生是好朋友 他们几人的片子都是相互参投 相互支持 2023年 这几个电影人继续抱团 郭帆的流浪地球二 陆阳 饶小智的公司参投 陆阳公司主控的 一闪一闪亮星星 郭帆 饶小智 田宇生的公司参投 田宇生的 前任寺 郭帆 陆阳 饶小智的公司参投 此外 郭帆的郭帆 北京影业还主控投资了小成本科幻片 宇宙探索编辑部 郭帆 北京影业和自由酷精影业 一起参投了女性题材电影 我经过风暴 无精61.25亿 公司参投流浪地球二 巨齿沙二 志愿军 无精的北京登峰国际 除了参投流浪地球二 还参投了巨齿沙二 志愿军 雄兵出击 再见 李可乐 中国乒乓之 绝地反击 了不起的夜晚 不过 赚钱主要还是靠大片流浪地球二 和小片再见 李可乐 票房2.41亿 巨齿沙二 志愿军 雄兵出击 中国乒乓之 绝地反击 了不起的夜晚 票房都不及预期 黄渤55.56亿 公司参投流浪地球二 学霸热烈 黄渤的上海汉纳影视 也参投了流浪地球二 是第22出品方 占的份额很小 上海汉纳影视 更主要的投资 在黄渤主演的学霸 和热烈都实现了盈利 上海汉纳影视是 学霸第二大出品方 该片票房6.14亿元 投资方分账2.25亿元 是热烈第五大出品方 该片票房9.13亿元 投资方分账3.39亿元 大鹏19.96亿 公司参投热烈 保你平安 年会不能停 大鹏2023年 有三部导演 及主演的喜剧电影上映 他的公司 上海他成影业 都有参投 还有一部主演的第八个嫌疑人 为参与投资 热烈票房9.13亿元 投资方分账3.39亿元 大鹏持股85%的上海他成影业 是这部片的第二大出品方 保你平安票房7亿元 投资方分账2.41亿元 上海他成影业 也是第二大出品方 正在上映的年会不能停 票房已过3亿元 预计最终将冲12亿元 上海他成影业 是第14大出品方 也能分到一些票房收益 韩寒21.10亿 公司参投 人生路不熟 长空之王 念念相望 韩寒2023年 虽然没有自己指导的电影上映 但他的公司上海亭东影业 投资了人生路不熟 长空之王 念念相望 且这三部电影亭东影业 都是作为第一大出品方主控 人生路不熟 票房11.84亿元 投资方分账4.32亿元 大赚 长空之王 票房8.5亿元 投资方分账3.1亿元 考虑到这部片特效多 成本不会太低 最终微赚 打平 或者微亏都有可能 念念相望 票房7647万元 投资方分账2700万元 也是微赚 打平 或者微亏的状态 人生路不熟 由易小兴指导 易小兴的公司 北京破壳而出影业 是第三大出品方 主演乔山的北京开门 建山文化创意 是第七大出品方 一起分享收益 沃尔善 26.34亿 公司参投 风神第一部 风神第一部 票房26.34亿元 投资方分账9.89亿元 沃尔善导演的 长生天影业 是排在北京文化后的 第二大出品方 风神三部曲 投资巨大 当初启动时 号称投资30亿 每部成本10亿 所以首部 9.89亿元的分账 可能刚刚达到回本线 这个项目最终 能否赚大钱 得看第二部 第三部的票房 会不会有惊喜 演员陈坤的东申 上海影业 也参投了 风神第一部 是第十四大出品方 沉尔 9.31亿 公司参投无名 沉尔的无名 也是处在盈亏边缘 赚也赚不了多少的状态 该片票房9.31亿元 投资方分账3.36亿元 第二大出品方 海南喜悦电影 是导演成尔的公司 伯纳董事长 于东 曾在发布会上说 无名成本超过三亿元 处在春节当 宣发支出 预计也不低 但导演成尔后来又说 无名盈利了 不知是不是算上了 网络版权的收入 还是说 于东的三亿成本 有夸大成分 或者说 这三亿成本已经把宣发费用算在内了 邓超 18.70亿 公司参投 中国乒乓 深海 巨齿沙 动画深海票房9.19亿元 投资方分账3.21亿元 这部动画片打磨7年 开发了新技术 花了两亿多 加上宣发支出 总成本可能奔三亿 是刚刚盈利的状态 第一大出品方 北京深海十月文化 是导演田晓鹏的公司 第七大出品方 天津橙子映像 是邓超相关公司 邓超的上海会行 会影影视文化工作室 持有其28%的股份 于白眉的武涛 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持有其25%股份 邓超 踏上导演之路 是跟光线合作开始 光线是天津橙子映像的大股东之一 也是深海的主控方 邓超自己的电影 中国乒乓之 绝地反击天津橙子映像 是第三大出品方 该片票房一亿元 投资方分账3500万元 因为耗时几年拍摄 制作成本不低 很可能是亏损的 邓超 于白眉 吴京关系很好 于白眉担任 巨齿沙二的中方剧本顾问 给吴京的角色天才 橙子映像 因此参投了这部电影 是第八大出品方 巨齿沙二 深渊 没能像前作一样成功 关于这部片的制作成本 有两个版本 一种说法 是和前作的制作成本相当 约1.3亿美元 一种说法是 增加到了1.85亿美元 最终全球票房 3.95亿美元 回报比2.14至3.04倍 处在盈亏边缘 很难赚钱 冯小刚 0.64亿 公司参投 《非诚勿扰3》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3》 最终可能也会面临亏损 《非诚勿扰3》上映6天票房 约6400万元 猫眼专业版预测 最终票房不过亿 投资方分账3500万元左右 冯小刚的公司 浙江东 杨美拉 是《非诚勿扰3》第二大出品方 和冯小刚 多年捆绑的华裔 是第一大出品方 除了这极少数失败案例 今年大部分知名电影人 做的电影 都实现了盈利 大盘看起来没有突破 但具体到头部电影 转头可不小 对他们来说 2023并非平庸的一年 请不吝点赞边